哈喽哈喽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鹏教育美妆学院真实课程 也就是咱们的VIP课程 那咱们现在在看的是舞台艺术创意专项课里面的第八课时 今天咱们要学习的妆容是游乐场儿童彩绘妆容 那今天我们要绘画的图案是一个小猫咪的图案 那同学们已经准备好上课了没有 准备好同学们可以跟老师回复一个一 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导学 本节课的课程目标是掌握面部卡通彩绘的一个绘画方式 这期课呢同学们要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掌握面部卡通这个彩绘的绘画方式 然后呢这样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 画出更多的这个游乐场专容的图案 那更多的游乐场专容的图案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是不是有非常多样的 那我们在去游乐场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个化妆师会在一边 这个摆上一个摊位去给儿童画一些彩绘啊 像这样子的都是我们的眼睛部分的彩绘 那这样呢是我们的一个面部的彩绘 那咱们大人啊可能会不觉得他有多么的吸引人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优惑力的 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的宝妈呀 还是我们家中有孩子的 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同学们都要好好的把今天这个课程学起来 然后在课下的时候可以给家中的孩子试一试 好了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小猫咪的图案啊 是比这些图案都精致一些 但是呢相对于新手小白同学来说会更好掌握啊 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妆容呢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面部彩绘 它的范围呢实际上是稍微有一点大的啊 是吧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在眼上 它的面部也是有一些的 但是这个图案呢我们的来看一下它图案的组成啊 是分我们这个用白色系做一个基础的打底之后 用黑色的线条在周围勾勒一些图形 之后呢这个部分是口红上色啊 包括我们的鼻子部分也是口红上色 在眼部以及我们鼻子上 还有呢在这个图案的一个周围啊 是采用了眼影打造了一个有一点发毛躁的感觉 那这样呢它的这个面部看上去就会更有层次感了 好了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食仓环节 让我们原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食仓环节 今天我们需要用到的物品啊 首先呢是这样的 一个白色的粉底膏 白色的粉底膏用于面部的打底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水彩 以及我们的水彩用笔 水彩就是它要勾了一下周围的线条 对吧以及勾了一个形态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口红 口红的用途来描绘一下我们的耳朵 我们耳朵部分是不是要有一个口红的一个纹样 以及我们鼻子部分 那看好我们的准备物品之后 咱们就正式开始实际操作了 同学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的就可以跟老师回复一个 1啊 已经同学跟老师回复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 首先呢我们用白色的粉底膏 蘸起以后 这个白色的粉底膏呢 它是它的使用方法是一个小窍门的 它在上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的透 看到没有 它的颜色是有一点点透的 而且呢这个地方是有一点透肤色 不是宝盒度那么高 所以呢我们就要经过二次上色啊 把这个颜色涂得均匀一点 那在上色的时候呢 我们如何画出一个这么标准的小三角来 就可以用这样头部是尖的 这样的美妆蛋来进行 如果不是尖的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来刻画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 画圆形的 沿着眼部画圆形的 这样的一个冰刃线 像这样子 在眼部周围 那接着再往下呢 我们的下面的范围啊 下面的范围一定不要超过 这个鼻子这样 这个平行的这个范围啊 可以比鼻子呢 这样一个平行的范围 在这个 大致是这个位置 这个苹果肌的下方 这样 这是我们的下一个图形的定位方式 填好位之后进行严肃的填充 有同学说 为什么 为什么选我们原原老师 当这个宝宝照的模特 因为我们原原老师 是比较童颜的 是非常可爱的童颜 所以我们选择原原老师 再适合不过了 好 像这样子 画在我们苹果肌的这个下方 这个位置 是最下部 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比较难的一个部分啊 就是说我们起行的阶段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花费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那大家呢 在听课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都可以在弹幕区 跟老师互动一下 因为我们是不是之前学习的 就像我们原老师教到的 一些新娘妆容啊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九九老师教到的 我们的日常妆容啊 是吧 相对大家来说呢 还是比较贴近于生活的 那像我们彩绘呢 大家接触的可能比较少一些 那所以呢 对于大家来说 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大家遇到什么问题 就一定要及时的 跟小佑老师讲 课下也要积极的 教一下作业 那这样呢 我们的化妆水平 才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成长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是档案这半边的脸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画一下另外半边 我们在中间的部分 它是稍微相对于 我们两个眉间 高出来一点点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 这个眉心的 这样的一个绘画 稍微高出来一点点 那这边我们同样的 用刚才的一个方式 做一个小角 像这样子 做好了以后 咱们来定一下 眼周的位置 咱们的白色粉底膏啊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事先上一层底妆 再来进行操作 轻轻点按 让颜色更加均匀 眼下呢 如果大家遇到我们的粉底 它是有一点透出 我们的肤色了 没有关系 二次上色就可以啊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 交流一下 平时在游乐场 遇到的这样的彩绘 都有什么图案的 或者有没有我们宝妈 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的时候 跟孩子这个画过 这样的妆容啊 均匀一下 这个粉底 在画到下面的位置呢 同样 在我们苹果机 这个地方 它的下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在 脸颊部分在 颜色 保护都更高一点 是不是有很多同学 都是在看回放啊 那如果同学们呢 这个有时间的话 小佑老师还是建议大家 去看一下直播课程 因为直播课程呢 大家就可以 在跟着老师话的同时 遇到什么问题 及时跟老师进行沟通啊 老师呢 也可以配合你们的进度 我们快一点 或者慢一点 都是可以的 让颜色再均匀一点 那我们模特呢 先不要睁开眼睛啊 模特先不要睁开眼睛 我们把眼睛上方 给过度一下之后 进行一下定妆 那咱们在定妆的时候 最好呢 是这个定 重点定一下眼睛部分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因为眼睛部分 它不要看 它的范围是非常细小的 但实际上呢 它是比较容易出油的 所以说我们在眼睛部分的定妆 一定要定好了 那白色粉底膏呢 如果一睁眼一闭眼啊 也是很容易会化妆的 所以说不要放过 我们的细小部分 好好地定一下妆 那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起行阶段 这个打底已经做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线条 勾勒一下四周啊 那首先呢 我们线条勾勒的时候 可以直接选用水彩来上色 是没有关系的 那如果同学们呢 不确定我们的一个形态 如何来勾勒 或者说不敢下手的话 我们可以先采用 这个眉笔啊 或者我们的铅笔状的眼线笔 再来进行这个 就勾勒好这个形态之后 再来用水彩进行上色啊 那我们今天呢 用到这个色板 是不是非常的酷炫 它是有很多种颜色 它是一个水彩盘 但是呢 其实老师不是特别建议 买这个质地的水彩啊 因为大家可以可以这样听到这个声音 它是非常的硬的 这个水彩呢 它是溶于水之后啊 它的饱和度没有相对来说那么高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些 这个呃就是 就是质地没有那么硬的 溶水性比较好的 那这样子呢 我们在上妆的时候 就会饱和度更高一些 因为如果说直接用黑色的话 这个颜色会太深了 所以我们要黑色占取了以后 再用旁边的这个白色 它们两个调和一下 调和成一个偏灰色系的颜色啊 调和成偏灰色系的颜色 如果说呢 它是纯这个黑色的话 它的颜色会太深了 可以看到吗 我们这边的这个颜色 就相对来说 它是浅一点的一个灰色 那调和好了以后 我们来进行一个这个上色啊 那么在上的时候 首先勾勒一下猫咪的耳朵 首先我们来勾勒一下猫咪的耳朵 要再多蘸取一点黑色 因为它是质地比较硬 所以这一款呢 它的这个摄像色 饱和度会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们可能调的颜色呢 要相对来说重一点点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勾勒耳朵的另外一边 可以看到我们在购勒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弧度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脚 在这个地方拐出来一个小肚子一样的东西 再往里收啊 它是有一个弧度的 再往下呢 我们再来刻画一下 像这样子 是耳朵的一个中间部分 再接下来 我们再来刻画另外一只耳朵 发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在当中去问一下 咱们今天画的是一个小猫咪啊 那大家呢 有喜欢的图案 也可以来画画一下 自己喜欢的图案 沿着我们刚才打好的形态 勾勒一个边缘 所以说为什么最重要的是起行阶段 对不对 其实后面的这个阶段呢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了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起行 接到我们这个猫咪的这个整体的大的面部轮廓一定要勾勒好啊 之后呢 对着这个轮廓进行一个描边就会非常的简单了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耳朵部分 这两只耳朵就基本已经做好了 我们这边的耳朵可以再下上延伸一下 不需要是完全对称的 因为咱们的这个无论是人的五官啊 我们的眉毛呀 然后或者说呢 是我们小动物的耳朵呀 它们都是不一定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说我们只要突出一个美感就可以了 那像旁边呢 咱们就要画一些动物的绒毛出来 在画动物的绒毛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采用这样的一根一根短短的线条 在它的周围蒙一个这样的黑边就可以了 我们呢就这样 用一根一根的小绒毛 看到没有 这样一根一根的小绒毛 从外向里面来进行一个刻画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这一步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 像这样 从外向里来刻画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就好像是真的一些绒毛一样 对吧 一定是不规则的啊 不规则不规律的 小动物的这个毛发的生长方向 它也是不规律的 好了 那再往下呢 我们的这个部分要稍微的向里 收缩一点 这个部分稍微的向里收缩一点 之后咱们再在这个部分向外过渡 这里的毛发生长方向应该是由内到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鼻翼开始向四周进行一个过渡 大家是不是现在下午刚吃过午饭 所以有一点困了 如果困了的同学可以告诉小艾老师 小艾老师 喊圆老师来跟大家跳一个舞 画一些绒毛 绒毛一定要是不规律的啊 不规律的 有长有短 有深有浅 像这样子 好了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的边缘是基本已经画好了 我们呢再来刻画一下额头处 那关于额头处呢 它是由一根一根短短的线条来构成的 两边相对来说短小一些 在中央部分呢 长一些高一些 像这样子 两边它的位置比较低 比较短 中间呢比较高 比较长啊 是比较符合我们小动物的毛发生长规律的 那再往下呢 咱们在这一边衔接一下 我们这样 向里进行一个过渡 那这个范围也要掌握好啊 上面下面分别是两个圆形 那上面的圆形呢 是相对来说小一点 下面的圆形相对来说大一些 同样走到眼睛周围的时候 我们走到眼睛的这个地方 就要向里收缩一下 向里走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向外进行一个扩散 上面的圆小一些 下面的圆大一些 占取一下颜料 那同学们如果家里没有我们的这个水彩的啊 大家呢 其实也可以用眼线笔的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发挥我们主观能动性 那为什么小艾老师找这个专容呢 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比较好掌握 另一方面我们的准备物品也比较简单啊 如果说没有水彩的呢 就可以用家里的眼线笔啊 或者我们的眉笔啊 来刻画都是可以的 它的可替代的准备工序比较多啊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基础的一个外缘已经打好了 再往下呢 咱们要来刻画一下内部结构 那关于内部结构 首先我们就要来用眼影刻画一下我们的眼睛 眼影 我们用的颜色是一个灰色系 看到像这样 这个灰色系 它是眼光之地的 占取了以后 把颜色占少一点 那在占取了以后呢 我们画的范围要在眼睛的尾部 中后部向上向后进行一个过渡 向后向上 过渡一下 像这样子啊 我们闭一下眼睛 看到没有 我们尾巴地方是向后有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啊 那再向前呢 把我们整个双眼皮褶皱处 以及双眼皮褶皱处向上 大概两毫米啊 这样的一个地方给它填实 边缘线不要特别清晰啊 如果边缘线是比较清晰的话 那这样呢 看起来整个妆容会非常的浓啊 很不精致 所以边缘线一定要模糊一些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 把颜色加深一点 尤其是大家现在我们在学习 学习到彩绘部分的同学们 是不是比较想 是比较想做我们职业化妆师的 那大家呢 就一定要把我们这些彩绘的妆容啊 学好了 因为我们要学会一些彩绘的妆容以后呢 就方便大家去考一些证书啊 去参加一些比赛啊 因为我们有一些比赛是人体彩绘的比赛啊 或者我们创意专面的比赛啊 都会用到彩绘部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部分画好了 这样呢 我们去考一些这个证书 参加一些比赛 然后就对于我们这个整个化妆师的职业生涯 都会更加有用处的 好了 会更有竞争力一些 那我们把另外一边画好 同样 在双眼皮褶皱处 以及双眼皮线向上大概两毫米的地方 整个填实了 边缘线一定不要特别清晰 如果边缘线比较清晰的话 就会看上去非常不精致啊 眼尾向上稍稍稍过度 向上向外有一个过度 眼影的整个范围呢 前头窄后面宽 有窄到宽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律 我们把这边再往后拉一下 好了 那现在我们的眼影呢 基础的范围已经是打好了 打好以后 我们就来刻画一下眼睛部分的细节 那在刻画眼睛部分细节的时候 同样要用到咱们的黑色的水彩 为什么不选择用油彩啊 那用油彩呢 我们会比较容易化妆 是不是咱们儿童在去游乐场的时候会出汗啊 如果说这样一抹的话 我们的油彩就会化妆了 所以说呢 咱们去参加一些人体彩绘的这个比赛的时候 就像我们的这样的肘关节 还有说呢 我们的眼皮戳啊 或者说咱们的细节部分 都会用到水彩 因为油彩呢 我们在画好了之后 模特是不可以动的 一动就会化妆了 所以说就是水彩和油彩的不同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下眼睛 眼睛部分 我们同样采用这样的线条 向上向后来进行一个过渡 像这样 我们有一个在边缘线处 由内向外进行一个扩展 那从上面到中间呢 要从这个从外向内进行一个过渡 像这样子 我们从外向内这样 用线条把它围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刻画一下 另外一边 两边同样的方式 用线条来构成 围成一个 大概是三角形的一个形态 线条呢 可以有粗有细有深有浅 好了 那这样我们眼睛部分是已经画好了 我们呢再来画一下我们眼头部分的一个褶皱啊 那关于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这样眉毛眨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个部位就有一些褶皱啊 那我们小动物也是一样的 我们小动物呢 在这样这个发怒的时候呀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表情的时候 在眼睛的周围也会有一些褶皱 那咱们呢就把褶皱处来刻画一下 像这样 在眼睛的中央 以及我们眼下的部分 可以稍稍向前过度一下 然后再向下拉一下 这样再向下拉一下 下来呢可以再向后过度一下 像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的一个褶皱处就已经画好了 咱们再来强调一下另外一边 另外一只眼睛 这边呢同样 首先先向里拐一下 首先先向里拐一下 然后我们向下来过度 过度好了以后 我们再在它的上面 画一条 像这样 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不是这样看 就非常像小猫咪的眼睛了 对吧 这一块就非常像小猫咪的眼睛形态 我们可以把这样中间再加一笔 随时调整 那同学们呢也一定要注意 我们整个妆容也要根据自己的面部形态来 那如果呢我们的脸型是比较大的 我们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小猫咪的图案画的大一点 对吧如果我们脸是比较小的 就像袁阳老师这样 那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小猫咪的图案画的小一点啊 要根据我们画的模特的一个整个面部的感觉来画 好了那这样呢咱们的整个眼睛部分啊 是已经画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刻画鼻子部分 鼻子处啊 要画一个半包的一个形态 像这样 画两根线条 把我们的鼻子围起来 这边呢同样的 我们用到这个刷子会太小了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画特别轻的话 我们袁阳老师会感觉非常痒 但是我们袁阳老师还是非常敬业 没有任何反应 像这样子 画两根半圆 把我们的鼻子呢包裹起来 包裹起来之后呢 咱们的鼻子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 刻画一下我们猫咪的一个小鼻子啊 猫咪的小鼻子在刻画的时候 先选取一下位置 大概在两根鼻线的中央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刻画一下猫咪的小鼻子 那猫咪的小鼻子呢 它是由两个圆形构成 像这样子 它呢是由两个圆形构成 再往下我们让它变得更加精致一点 我们要让它有高光 有阴影的部分 那阴影的部分呢 咱们就 在它的外边 再加深一圈 再加后一圈 高光部分呢 我们就把这个开口处 看到没有 杰阳老师在中央留了一个开口 没有填满啊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高光部分 我们可以把阴影部分再加深一点 这边同样 我们的刷子在使用的时候啊 最后呢把它的头部 让它变成一个聚拢型 如果它有开叉啊 或者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 同学们就可以换一把刷子来使用啊 如果它开叉的话 我们画细节数的时候 就会刻画的没有那么精致了 而且呢会有很多根线条出现 我们的这个鼻子中央啊 一定要留一点开口处 让鼻子看起来更加的精致 是不是现在我们暑假已经结束了 同学们 那如果呢 大家想去一下迪士尼的啊 就可以呢 学习一下这种装面 或者我们画一个米奇啊 也是可以的 画一个我们比较喜欢的 这个卡通人物的形象 这样呢 我们在去这个迪士尼的时候呢 就可以美美的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啊 就可以做朋友圈 最亮的仔 那如果同学们 现在假期已经结束了的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有一点期待啊 留一点期待到寒假 好了 那鼻子呢 现在已经刻画好了以后 咱们呢 再从上到下进行一下 鼻头的刻画 在刻画鼻头的时候 我们在中央向下 做一笔 那两边呢 稍稍的向两边 中间要再连接一下 看这样呢 就是我们小动物的一个鼻子的刻画方法 像这样 我们这个画好了鼻子以后 向下画一根线条 两边开两个叉 中间这样围起来一下 这就我们小动物的鼻子刻画方法 那我们的鼻头如何来做啊 为了让鼻头更加精致一点 我们鼻头处呢 也需要像这样 用一根一根线条 把它呢 勾勒一下 沿着我们自身的一个鼻子的形态就可以了 好 像这样子 那两边的部分 我们的这个鼻头两边的部分 咱们要用一些斑点 还有我们的胡须 来刻画的更加精致一些 那斑点呢 我们就可以点在像这样的地方 像这样的一些地方啊 我们可以看到 点一些斑点 好 确定这个形态的线条 外面点一些 这个画上一些线条啊 就当做我们的胡须 那在画胡须的时候 就一定要不规则啊 要注意一定要不规则 如果每一条都是平行的 或者每一条长度都一样 是不是看上去 非常的不符合小动物的 这个毛发的规律了 对吧 像这样 我们在它的外面 画一些线条 那这些胡须在画的时候 落笔的时候重一点 它是一个这个头部 甩出去 尾端的时候细一点啊 落笔甩出去 像这样 尾端甩出去 再来落笔尾端甩出去 画出一些线条 像这样子 它的这个长度 一定要是不规则的 而且呢 这个胡须在画的时候 我们呢 也可以让它是一个发射状啊 或者让它是一个发射状也可以 在这样的时候 点一下 让它向上走 中间呢 甩一下 让它平行来走 我们要再沾取一些饮料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在买 买我们的水彩颜料的时候 最好是买质地 没有那么硬的啊 这个呢 它上色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大家不要再问 老师用的是什么产品啊 老师用的是什么产品啊 老师用的什么产品 完全和我们画出来的妆容 是没有关系的啊 我们的化妆品 不是特别好用 全靠老师的技术在应称 这边呢 是放射状 由中间向四周过渡 像这样 这边我们就用了这样放射状的一个方法 那这边呢 就近乎于平行 但是呢 它的长度 是不是两边短一些 中间长一些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的毛发 一定也要是不规律的 那好了 我们现在呢 已经做完这个 最基础的 我们的线条勾勒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上色了 那在上色的时候 首先是第一步 用眼影上色 那第一步呢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灰色系的眼影上色 上色的范围 就在我们毛发的这个边缘 过渡一下 让这个边缘线呢 没有那么清晰 不用怕蹭掉咱们的 刚才画好的这个彩绘啊 完全不用担心 就是让它有一种若隐 若线的感觉 而且等一下呢 我们还需要再次进行一下 这个线条的勾勒 这样呢 让它呢 就会更有层次感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好的这个边缘线这边 看上去就会非常虚化 那另外一边呢 看上去就会比较真实 对吧 两边的对比还是很明显的 那继续 我们来进行一个 虚化边缘线的一个操作 这样呢 也可以让我们的妆容 看上去个面的精致啊 它是有这个虚化的一个边缘 有清晰的一个边缘 沿着边缘线 用灰色的眼影粉 来进行一个上色 所以大家呢 学习了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彩绘知识 不仅可以学习一下 线条的勾勒 我们图形的设计 以及我们上色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 学会我们的一个颜色 搭配啊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用了黑白色系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口红 用一个粉色系的口红 来勾勒一下我们的鼻子 还有我们的耳朵啊 大家也要学会一下颜色的搭配 就像老师之前是不是教给大家画了一个我们的波普妆容啊 那波普妆容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颜色的搭配啊 我们用到了深绿色 还有浅绿色 还有就是粉色系进行一个搭配 那大家呢 如果不喜欢那个色系搭配的 我们就可以换一下颜色啊 都是可以的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色彩搭配 比如说我们的橘色 还有我们的咖色 比如说我们蓝色和黄色 对吧 它都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把我们的边缘线进行一个虚化 那虚化好了以后就可以看到 这一块就好像是一个比较有层次感的一个面具一样 对不对 它就会比较有层次感了 那这样往下呢 我们再来勾勒一下鼻子处 鼻子处我们也要像 勾勒我们四周的边缘一样 女儿老师是非常敬业 雷打不动 雷打不动 一转就动 我们是这个非常敬业的袁老师 好了 那现在呢 咱们的这个边缘线的刻画 已经刻画好了以后 咱们就要来上粉色系了 终于有一点色彩了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选择一个颜色 那选择颜色的时候 其实什么颜色 就像我们用大红色 跟大家示范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了大红色 但是我们在上色以后 也会变成粉红色 就是因为就像我们口红一样 它这个颜色深涂 我们的厚涂薄涂 它都会有不同颜色的呈现啊 所以说呢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用什么 身边有什么颜色 口红都是没有关系的啊 可以通过厚涂薄涂 来调整它的色系 看到没有 我们用的是一个大红的颜色 但是呢 看到了我们在这边试一下色 它是一个大红色 但是上来之后 它就会变成粉红色啊 它薄涂就会变成另外的颜色 在上色的时候 在内部向外进行一个过度 那过度的外边缘呢 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晕染过去 其实手指是一个很好的晕染工具啊 可以看到吗 它就像 就是很真实的长出来的一样 有一个颜色深浅的过度 看到没有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用手指指都不分 轻轻的在它的边缘线过度一下 那其实呢 我们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啊 如果晕染不好的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范围薄涂一点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做一下颜色的加深 其实也可以出来这种效果啊 两种方式都可以出来渐变的效果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刻画一下另外一只耳朵 那另外一只耳朵呢 同样在它的外部 我们就可以先在中央部分打个底 打个底以后 将四周进行一个颜色的过度 像上这样外进行颜色的过度 那如果中央的颜色不够深呢 咱们就可以再加深一下 就可以像这样加深一下啊 是非常好看的 那好了 我们的耳朵部分已经做好以后 咱们再来刻画一下鼻子处 那鼻子处呢 像这样的一个小开口 我们把它直接填起来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这样填起来就可以了 那大家呢也可以把它这样外扩一点 让它这个范围再大一点 这样是不是就看着可爱一些啊 是吧 我们这个范围大一些 就这样看着会可爱一些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眼睛部分 还有说这个其他部位啊 我们可以再修饰一下 那首先呢是我们的眼睛部分 为了让它呢更加有神一点 我们可以画一条眼线啊 那眼下部分呢 可以再稍稍描绘一下 画一下我们灰色系的眼影 把摩托闭下眼睛 画一下眼线 如果是宝宝啊 所以就可以不需要画这样子的眼线了 因为宝宝呢可能会没有那么老实的 把我们的眼睛闭上对吧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忽略一下 画眼线的这一步啊 那小雅老师现在在做的呢 都是比较这个天才的一步啊 像咱们的水彩 我们比尔老师是比较专业的 画完之后完全没有睁眼睛 因为水彩它是要有一个干的过程的 所以说呢大家在画好了之后 要亮一下才可以碰它 但是等它干了以后 我们再进行活动的话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水彩在不碰到水的时候 是完全不会花掉的 这边我们同样刻画一下 大家学会的这个妆容 其实也可以变化一下我们的舞台妆啊 就像咱们是不是有一个歌舞剧猫 它是非常流行的 是在国外流传过来 但是我们国内呢 也有很多像这样的歌舞剧的表演 那就是动物主题的一个歌舞剧的表演 那我们当时的这个妆容呢 就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小动物的主题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这个 当一个比较专业的化妆师啊 就会碰到一些舞台妆面啊 就像这种小动物的 也会非常 也会用得非常广泛的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 把我们这些妆容好好的学习起来 其实我们正式课里为大家准备的 这些妆容是非常丰富的 完全满足大家作为职业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啊 我们这个六合一同学问 那如果是宝宝的话 还需要再贴睫毛吗 这个就完全看我们的一个个人需要啊 还有说看这个 当时的一个场景需要 如果说我们去游乐场的话 还是尽量不要去贴 因为宝宝们如果说这个 进行大量的活动啊 那我们再贴这样一个假睫毛 宝宝可能会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宝的眼睛呢 可能会这个承受不了我们的 这个胶水 是不是会比较脆弱啊 那如果说我们是在舞台上 进行一个表演 那尽量还是要贴一下假睫毛的 因为这样呢 舞台呈现的效果 会更加的好一些啊 像这样子画一下我们的眼线 那接下来呢 咱们要用眼影 把下面的范围强调一下 同样用到灰色系的眼影来画 这样的一个灰色系眼影 我们把它上看 在眼下 画一点点 我们在刻画的时候 不要从上到下啊 不要从前到后 这样呢就仿佛是一个 这个比较坏的一个猫咪啊 就像一个内眼 就像一个下眼线一样 这样呢实际上是不好看的 咱们用眼影强调一下 那上下的搭配就可以了 眼线以及下眼影 这样来配合一下 让我们的眼睛呢 看上去 比较无辜 还比较好看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边缘线处 我们再勾勒一下 我们整个妆容 就已经完成了 同样用黑色系 在我们的外边缘 再刻画一遍 像这样子 我们再来刻画一遍线条 重复一下刚才的操作 这样呢让咱们的这个线条 有时 有虚 有明 有暗 而且还有一种毛绒的感觉 毛绒的感觉 有没有同学告诉老师 我们刚才是用什么 来呈现了这个毛绒的感觉啊 知道同学可以在弹幕区互动一下 那这样工作一下 加深一遍颜色 其实画这种线条是非常爽的 有很多同学说 以前我从来都不敢去画这个眼线啊 那现在呢 咱们再接触了这个水彩以后 我可以一个人画一百条眼线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画一些彩绘 实际上是非常锻炼同学们的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把这样的装装学起来 这样呢 同学们再画好这些装装以后 再画一些其他装装的时候 就会感觉非常简单了 好 我已经看到有六合一同学 就跟老师回复说用眼影啊 是的啊 那刚才我们这个毛绒的感觉呢 就是用这样一个灰色系的眼影来进行勾勒的 非常的棒啊 那如果有一些是听这个回放的同学们 有不懂的问题呢 就可以这个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课后的老师啊 而且要积极地教一下作业 那老师们呢 都会这个认真的跟同学们进行一个批改 那这样的同学们的化妆技术就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小猫咪装后就直冷起来了 我们小猫咪装后有一种骄傲冲出天际的感觉 那同学们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妆容就已经完成了 那大家呢可以截图保存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妆容 那同学们呢 课下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呢 把这个今天的妆容练习一下 然后变形成为其他的妆容 这样呢 我们在课下的时候 就可以带着我们家中的宝宝们去到游乐场啊 或者说去我们的迪士尼啊 进行一个游玩了 对吧 那这个暑假结束了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寒假啊 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到中秋节啊 中秋节的假期也可以换上这个妆容 美美的书去玩一下 那好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妆容呢 是已经结束了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咱们的这个 妆后的完成的效果 顺便截一个图啊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截一下图 三 二 一 好了 那结完同学们可以跟老师回复一个一 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下作业 那课下作业呢 就是本节课的课程要求 是完成猫咪妆容 拍摄面部妆容的一个图片 那关于作业呢 咱们就要保存为GPG的格式 上传到我们M站上 那同学们 关于我们今天妆容 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啊 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可以 在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答疑时间啊 就可以在弹幕区跟老师互动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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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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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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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 don't care 直到我不屑去攀闭 于是我关了灯 闭上眼听着下雨声 删除了所有关于你 请你也别再联系我 即便辗转反侧 即便不能再唱情歌 耶 是我最有赢得 时间里过得快 原来你已不在 或许这不应该 让时间把它都掩埋 在梦里醒不来 或这种天口袋 操拎了这地带 那剪增上了 供应的白色地址 他留的机会到现在 也不想吸取 让时间过得快 其实只是种比喻 不找人格的结构 没错是我离去 失险你过得快 可我的灵魂在原地等待 原来你已不在 可是好多话 再也说不出来 所以我只能继续努力 可能是我不够强大 可能 所以我只能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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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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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不是特别完美 也许像你说的 是我们不够般配 那剪增上了 供应的白色地址 他留的机会到现在 也不想吸取 让时间过得快 像是一种比喻 不找人格的结构 没错是我离去 世界里过得快 可我的灵魂在原地等待 原来你不在 可是好多话 才说不出来 So I just keep on working Baby 可能是我不够强大 Maybe So I just keep on working Baby So I just keep on working Girl You know I'm player 或许我早该去避免 导致我生命的怨言 或许应该避免 没错你说的都对 我自己讲了信 But I don't care 知道我不屑去叛逼 于是我关了灯 闭上眼 听着下雨声 删除了所有关于你 请你也别再联系我 即便辗转反侧 即便不能再唱情歌 Yeah 是我最有赢得 时间里过得快 原来你已不在 或许这不应该 让时间把它都掩埋 在梦里醒不来 或者装天口呆 逃离了这地带 那剑增上了 供应的白色地址 他留的机会到现在 也不想吸取 让时间过得快 其实只是种比喻 不找任何的结构 没错 是我离去 失险你过得快 可我的灵魂在原地等待 原来你已不在 可是好多话 才也说不出来 So I just keep on working Baby 可能是我不够强大 Maybe So I just keep on working Baby So I just keep on working So I just keep on working So I just keep on working Baby Baby So I just keep on working Bab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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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